欢迎收听快船,我是阿玛 阿喜,快过来啊,我想跟你生猴子 第178集 也不知是不是南巡一番话,点醒了出血 南巡第二天见他的时候,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更加自信 眼里闪着星光,那是对新生活的向往 想来也是,原本他作为一个现代女 突然穿越到了这么落后的异世大陆远古社会 他一开始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并不难理解 而阿玉今天似乎也变得格外神采奕奕 南巡猜测,肯定是昨晚上两个人酱酱酿酿了一番 然后出血妞趁热打铁,跟这个远古人掏心窝子了 果然,阿玉没有再提什么要照顾阿西的魂话 只是平时猎来的肉,总往南巡这边送 偶尔看到南巡时,她也是目光躲闪的,显得很尴尬 南巡本来不要她的东西 但她发现那是出血妞烤好的瘦肉 出血妞不仅撒了盐,还在烤肉外面涂了一层果汁 果汁混杂着烧烤出来的油水 味道不要太香,肉质不要太鲜嫩 于是,南巡没节操地收了肉 阿鱼和出血每次送多少,她就要多少,吃得满嘴流油 南巡看得出,出血已经完全把自己揉入了这个部落里 没过多久,出血开始教部落的女人们编织草鞋和缝制胯包腰包 腰包是给男人们用的,腰包拴在他们的腰间 里面放着一些水果和出血做的肉干 方便他们外出狩猎时解渴和补充体力 出血还找到了可以用来烧制陶罐的黏土 在成功备烤出第一个陶碗之后 部落里的女人们纷纷开始加入了捏制陶器的队伍 就连南巡也跟着出血捏了好几个碗和罐子 男人们在出血的描述下堆砌了一个窑炉 专门用于烧制陶器 陶碗和陶罐很快就取代了原来用来盛水盛物的椰子壳 不止如此,盐也得到了族人们的喜爱 出血在部落里的声望越来越高了 这里的夏天很长,大概抵得上南巡所在世界的四五个月 这是南巡观察许久的结果 他每天还是会带着女人们去摘野果摘野菜 但是一连好几天他都没有再见到阿芒 这让他情绪很低落 别的女人不清楚,只有出血知道 没有外人的时候,两个女人偷偷摇耳朵 阿芒,你见连那个男人是哪个部落的都不知道吗 出血诧异道 你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你就跟他 跟,跟他 后面的话,出血不好意思说 他知道远古人比较开放 他也经常在高高的草丛地里 碰到过偷食禁果的野鸳鸯 但不知道是不是阿芝跟他讲普通话的原因 出血总是下意识地将阿芝看作自己最亲的人 有时候就连阿芝也得往一边靠 唉,那个狼心狗肺的 下次让我碰到他,我一定弄死他 阿芝才舍不得 我看这几天你胃口变小了 我亲手烤的肉你都吃不下 你该不会患了相思病吧 南巡觉得很羞耻 我去,我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 好吧,他承认他真的挺想那野人的 小八呀,你能不能透露一声 这野人是谁呀 嗯,你果然是来度假的 你嘛,还托我给你找男人 哎呦,我家小八帅猎苍穹 哎呦,还好了 虽然爷的确很帅 不过亲爱的,真的不是我不帮你 我就知道这个世界的主线嘛 也就是七孕子周边所发生的事情 上次那个野人也真的没有印象 也没印象的人有两种 一是他乃是路人甲乙丙丁 二是他乃是炮飞甲乙丙丁 哼,我不相信 南巡不想跟小八交流了 心累,还是跟初雪妞交流 比较惬意舒服 有初雪妞在 南巡有了做工最精细的草鞋穿 有了贴身的文胸穿 还有小内内,吊袋等等 初雪妞简直不要太贴心 南巡觉得自己的手工还可以 但是跟初雪妞完全没法比 傍晚的时候 女人们最喜欢在部落附近的一条小河里洗澡 不过南巡和初雪是例外 他俩都挺害羞的 女人们洗澡的时候 总有部落里的男人们经过 还时不时嬉戏调笑几声 虽然这些女人们平时都是光着上半身 波涛汹涌啥的习惯了 被男人看也不觉得有啥 但我去,那河水清得不行啊 南巡都能站在岸边 看到女人们水下的风景 男人们眼睛贼亮贼亮的 肯定比她看得更远 南巡打死 不在白天能试雾的时候洗澡 今天晚上的月亮只剩下镰刀大小 但是星星很亮 满天繁星 部落周围的一片 都是被开辟出来的空地 没有葱郁的高大桥木遮掩 南巡一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繁星 如同钻石一般明亮 南巡带着一块干净的瘦皮和香草 一个人去了小河边 以防有人打搅 南巡沿着河边往上游又走了一段路程 生在小河两边的 是那种不算太高的树 树干很丰富 根系狠狠地扎进了湿润的土壤里 甚至延伸到了小河里 拱出了漂亮的弧度 还有那交错的繁茂的球枝 一个劲地往小河这边探 似乎想要跟小河对岸的大树来一个接吻 因着小河两岸这不算高大的树木 夜空得以露出一大片来 恰就是那小河一样的带状 小河缓缓流动着 夜空中璀璨的繁星像是坠落在了其中 在小河里颤巍巍地闪着光 织旧了一条华丽的明亮的彩带 夜幕是它的底色 璀璨繁星是它的点缀 轻颤的水波是它的纹理 南巡一脚踏进彩带里 顿时搅乱了一片繁星 如今正是炎热的季节 小河里的水清清凉凉的 打在肌肤上舒服极了 南巡将脱下的小吊带 抹胸和小妹妹 以及兽群都挂在了岸边横出的球枝上 冰凉的触感让他心情好了起来 就这么一头扎进了水里 我是阿芒 阿夕 我这辈子要定你了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听你的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了